那么大宗商品期货到底如何 我们来连线一下大商所的碧会 请他来介绍一下 你好碧会 你好主持人 隔夜原油期货继续下跌 创下6年来的新低 主要由于全球的供给仍然在增长 那么OPEC的月度报告就称 11月份原油日产量为3169.5万桶 创下了2012年春季以来的最高产量水平 同时OPEC还表示 明年非OPEC国家的原油产量将会大幅下降 主要是由于未来几个月 油价大跌将会冲击美国和其他竞争国的产量 受到OPEC会议结果的影响 美银美林认为其对明年的 每桶50美元的不论它原油价格预估 存在进一步下调的风险 而截止到12月2号当周 美国原油主要交割地 酷新地区的原油库存是增加了78.5万桶 酷新地区的原油库存总量是超过了6200万桶 达到了总储存能力上90%的这样一个水平 那么令市场愈发担心 达到储存能力的上限之后出现账户 将会令原油的持有者不得不降价销售 这将会进一步加重原油价格的下行压力 而从商品市场早盘的情况来看 是呈现出涨跌护现的格局 好的主持人 好 谢谢毕业会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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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